剛才那部內臟尾兼備的改裝車 改裝價約70萬匹左右 貴不貴 70萬匹貴 這部整個廢車 價錢應該也相差很遠吧 相差很遠 大約820萬匹左右 是120萬匹 120萬匹 你為何看它廢車一部 其實還未完成 完成後完全不同了 車頭蓋部份通常是減的 但這個是這樣的 還可以遙控 還可以遙控的 還有 看看 車門部份 嘩 以上不到的開門方法 當然 還有 還有 這個位置 留意 嘩 厲害 不過我更加喜歡這個位置 好像英國特務那樣 嘩 這個真的像一個James Bond 是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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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看見你這樣 是不是真的聲控 其實大家得看清楚 旁邊的工序是軟的 基本上不是聲控是那麼厲害的 不過由裁貨配設成功後 遙控就能用手機電話按按對按 就可以搞定了 藉能夠 reader 這池泰國 Т的國家級的改車技術 很厲害 Renault punroji 十凶 這次是работ機 motivates 我就送一部給你 好 多謝 多謝 其實在亞洲區 說到改車技術 日本也算不錯 不過沒甚麼人知道 原來泰國也很耍家 之前我曾在外省散府泊外景 見過一部車裏面有100個喇叭 沒錯 有100個喇叭 前後左右全部都是喇叭 認真離開 都是這些車的防改 而且還有很多很大型的貨櫃車 也可以改成一個舞台 裏面吊了波波 有音響各方面 而眼前見到這些 其實都叫做小移科 但小移科得來 香港做不到 因為不合法 但泰國這裏就沒問題了 所以說有很多外國人 一聽起泰國的改裝車 都會拍爛手掌 但都是那句 在香港犯法的 大家不要短禮 聰哥 你剛才和人家介紹過的車 真的很棒 是的 所以有很多香港朋友 都很羨慕泰國的車主 為甚麼車子可以這樣改 還有一件事 香港人仲羨慕 就是關於樓宇的問題 為甚麼給那麼少錢 可以有那麼好的享受 看完車就看樓了 這幢樓正值在曼谷BTS站的旁邊 位置也不錯 交通也挺方便的 那裏面的配套又如何呢 經常說租好過買 好像這個單位才算 多少錢 月租聽著 2000多港元 是2000多港元 又交易 後面有個廚房 雪櫃、微波爐 所有東西都交給你 這裏就是一個小型的飯廳 坐著看電視 怕有味道 拉起來便沒有味道 而這裏就是睡房 亦可以拉起來 後面就是廁所浴室 而且前面亦有小型的露台 這樣的層設 所有東西都包了 你拿個行李箱進來便可以住 價錢是2000多港元 一個月 是2000多港元 不是一天 是一個月 是一個月三十天 與此同時 還有一個無敵美景 無遮無擋 沒有東西可以擋住你 其實在泰國租樓 都真是挺好處的 業主會聽你說的 假如想多加一個櫃 他真的會多給你一個櫃 又或者 如果我不想用這張梳化 這樣可以嗎 他可以幫你拿走 甚至乎有時 價錢那方面還有辦法談 話說是2000多港元 忽忽中如果你擅長租的話 談到1000多港元 都還可以 又或者好像這間房間 房間大小小了一點 價錢又便宜了一點 不會 還是維持2000多港元一個月 只要買又如何 買了大概六十多萬港元左右 剛才說的 可以說到1000港元左右可以嗎 是可以的 舉例如有些房間 業主剛好買回來 他未有任何裝修 或者不想裝修 任由你自己弄飽 就有機會1000多港元 便宜租給你 但是換來的 你便要自己買了一些傢俬 床 也挺麻煩的 所以既然這樣說 多付一些 2000多港元 然後便有這樣的配套 給了傢俬 男物冷氣 各樣給你 賀樂而不為 還有 這個大廈最大賣點 就是近BTS站 看到的 外面就是BTS站 看上去漂亮就漂亮 但是 地方好像小了一點 一個人住就行 兩夫婦或一家人怎麼辦 這就叫做一分錢一分貨 你想多些人住 地方寬敞 那當然不是2000多港元 這樣的價錢 若然你情侶疑人愛女一雙 一家大小 有沒有大一點的選擇 尤其是這間房間 你會見到 沒有裝修層設 但有床架 入場櫃 桌椅 還有廚房的一些電腦 各方面 說說廚房相當之大 又屬於2-bedroom 這裡便適合你 價錢多少 這裡完全沒有裝修層設 價錢大概4000港元 一個月 那可不可以說價 當然可以 因為什麼都沒有 可以說價 我想說到3000多都可以 但你都可能說 3000多 貴 貴 虎心自問 3000港元 在香港你可以租到什麼 在香港當然要住多少錢的樓屋 才可以擁有無敵美景 和天空花園 其實現時泰國曼谷 很多樓盤 都一定有天空花園 有些更漂亮得不得了 方便住下門 上來吸收新鮮空氣 做運動 曬太陽 看看星星月亮等等 而這個大廈的天空花園 就更加分開室外和室內兩方面 怕曬人就去室內 在香港究竟要住多少錢的樓 可以擁有無邊際泳池 在香港住多少錢的樓 可以擁有無邊際泳池 我真的不知道 但在泰國 只要你付2000港元一個月 便可以擁有 其實現時泰國很多大廈 都一定會有無邊際泳池 有些更漂亮得不得了 但這個夠特別 特別什麼 特別長 有88米長 是88米長 早上你游兩個席池的話 保證你身臟力健 這個大廈的泳池 不是在天台 大家都還可以游到水 有部份的大廈 特地把泳池搬到天台 景更加漂亮 但游不到水 高處不升寒 有沒有聽過 高高在上 大風一吹 冷到你打黑 所以很多時候 在天台的泳池 根本游不到水 看就可以 游就未必可以 除非你不怕冷 現時泰國 大多數的大廈 都一定會有住校回所 有些金碧輝煌 漂亮得不得了 簡直比酒店漂亮 去這棟大廈都有兩個 一個就在樓上 不過現在有人在用 不方便拍 另一個就在樓下 即是現在這個 但地方又小了一點 不過不要緊 起碼都有球打 除了可以在剛才房間打桌球 我都可以在這間房間打泰拳 這棟大廈的這層樓 可以說是動靜佳儀 前面可以游泳 玩健身 打泰拳 而這一部分 就可以靜雞雞地做一些事了 喂 大家都可以在這裡溫習做功課 現在太過年輕人 很流行去咖啡店溫習做功課 但出出天日又要花錢又花時間 但在大廈裡有個這樣的地方 畢竟離開了家門口 坐電梯下來 總好過在家對著四面牆 所以這裡這個位置都頗重要 這棟大廈關古靈精怪都能說什麼事 這棟大廈就沒有鬼 因為新開了兩年 也沒有人自殺過 所以古靈精怪東南話 就是一些事情 在香港人的眼中來看 這樣也行嗎 這樣也有 這樣就為古靈精怪 相當於這樣的設施 這樣的價錢 我做不到 這樣就為古靈精怪 再且看完我的節目 我介紹師傅給你 你未必會發達 介紹鬼給你 你未必會害怕 但介紹這樣的地方 你可能會來租 那即功德無量 太多誤解 你可能來過泰國很多次 但對於某些事情 可能都是知不知道 所以就讓你和我 為大家說多些 齊? 未齊? 齊? 未齊? 又到了7月未齊 在泰國時與非的時間 東蔭宮是一個同志 他基本上就不會有伴侶 所以就不會出現東蔭那 對不對? 未齊? 東蔭宮其實泰文 宮的意思 真是蝦的意思 是一道泰國的菜鴨 除了東蔭宮之外 還有東蔭雞 即是東蔭雞 又或者是東蔭辣 東蔭魚 但為何不會有東蔭辣呢? 很簡單 因為泰國沒有辣 泰國七 七 泰國佛教國家很多和尚 和尚出街人 究竟是否吃齋的? 未齊 其實泰國的和尚 是不需要吃齋的 但有一種規定是泰國的和尚 必須在十二點之前用膳 十二點之後 如果肚子餓怎麼辦呢? 那就要喝牛奶充肌 所以我問了和尚 我經常要吃東西 唉 差 下集我們會繼續和大家探討一下 泰國人的拜神文化 警局之上竟然有得拜 但不是拜泰神 而是拜泰國島神 究竟泰國島神有甚麼威猛? 而且去拜他為何要用咖啡呢? 泰國島神背後有甚麼奇怪的故事呢? 此外唐人街一帶 原來也有很多中式的神佛 可以讓大家拜的 例如大聖爺 大聖廟之內 美得不得了 從魚酒盡神話故事之中 接著還可以去拜關帝 還有他隻馬 究竟為何會這麼古靈精怪? 當然我們是 伏克古靈精怪東南亞泰國片 下集繼續和大家見 ! K Sex